NASA科学家发现了一件细思极恐的事 在距离地球约254亿公里的黑暗深处 有一个人造物体正在缓缓走向死亡 它的名字叫旅行者一号 2026年 NASA将面临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对它的控制将变得更加困难 为什么 因为光速的传播延迟 当NASA发送指令时 信号要走接近一天才能到达 再等同样时间才能收到回复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当你给它下达指令时 你可能还在办公室 等它收到时 你早就下班了 等它回复时 你可能已经吃完了第二天的早饭 更让人几倍发凉的是 这个探测器 已经在宇宙中孤独漂流了将近50年 而它永远不会回来了 旅行者一号现在距离地球有多远 我们来做个对比 如果把地球到太阳的距离 比作你家到你公司的距离 那旅行者一号 现在已经远远飞出太阳系 相当于170倍日地距离 而且还要继续往外飞 具体数字是 约254亿公里 这个数字大到什么程度 光需要超过23小时 才能从地球到达它 如果用飞机 以每小时900公里的速度飞 需要数百万小时 它现在的移动速度 是每小时6万1000公里 相当于每秒17公里 这有多快 如果你从北京做火箭 一秒钟就能到上海 但即便以这样的速度 它也花了35年 才冲出太阳的势力范围 这个故事 要从1977年9月5日说起 那天 一个重达825公斤的太空探测器 从卡纳维拉尔角发射升空 工程师们当时的设计寿命 只有5年 5年 结果呢 50年过去了 它还在工作 这简直就是航天史上最大的bug 是那种程序员做梦 都想不到的bug 为什么能坚持这么久 因为有一群天才工程师 在设计时偷偷留了一手 他们给这个探测器 装了三台核电池 发射时总功率约470瓦 足够让它飞得更远 在那个计算机 还在用磁带存储数据的年代 他们用相对简单的设计 确保了这个探测器 能在极端恶劣的太空环境中存活 这就像是用一部老摩托车 完成了环世界旅行 而且还跑了半个世纪 1979年 旅行者一号到达木星 他拍下了木星大红般的 第一张清晰照片 你知道这有多震撼吗 这个风暴的规模 比地球还大三倍 而且已经持续了至少300年 一个有300年历史的风暴 这意味着 当哥伦布还在航海的时候 这场风暴 就已经在木星上呼呼地转了 但更离谱地发现 在木卫一这颗卫星上 科学家们惊呆了 这颗卫星上 居然有火火山正在喷发 喷出的物质高达300公里 就像在宇宙中点燃了 一根巨大的烟火 这是人类第一次 在地球之外 发现活跃的火山活动 整个科学界都疯了 1980年11月 旅行者一号飞过土星 在距离土星 仅12.4万公里的地方 它的相机捕捉到了 土星光环的细节 之前科学家们以为 土星只有几条光环 结果一看 我的天哪 土星光环由数千条细环组成 看起来就像一张巨大的唱片 精美到让人难以置信 而且 土星的卫星土位6 居然有比地球还厚的大气层 这完全颠覆了我们 对太阳系的认知 科学家们意识到 他们之前对太阳系的理解 真的太肤浅了 1990年2月14日 情人节那天 旅行者一号 在距离地球60亿公里的地方 按照天文学家 卡尔萨根的请求 把相机转向身后 拍下了一张 永仔史册的照片 这张照片的名字叫 暗淡蓝点 在这张照片里 地球只是一个 0.12像素的光点 0.12像素是什么概念 你手机屏幕上 最小的那个点 可能都比它大 在这个微不足道的 蓝色光点上 发生了人类历史上的一切 所有的战争 所有的爱恨情仇 所有帝国的兴衰 莎士比亚的作品 爱因斯坦的理论 你爷爷的故事 你现在的生活 全部都在这 0.12像素里 萨根后来说 地球就像一粒 悬浮在阳光中的尘埃 听听这句话 多么让人感到渺小 拍完这张照片 NASA关闭了 旅行者一号的相机系统 因为它的使命 已经改变了 它不再是一个摄影师 而是变成了人类的眼睛 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到底是什么样的 2012年8月25日 旅行者一号的仪器 显示了一个 划时代的信号 太阳风粒子的数量 突然暴跌 而来自银河系的 宇宙射线强度激增 这标志着它正式进入了 星际空间 成为第一个 离开太阳系的人造物体 但是 就在穿越日球层顶 也就是太阳视力范围的 边界的那一刻 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旅行者一号的 等离子波探测器 检测到一个异常信号 强度比理论预测值 高了数十倍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们对太阳系 边界的整个理论 可能都错了 同样离谱的 还有磁场方向的问题 按照物理学家的理论 银河系磁场应该是从左向右的 但实际测量显示 是从右向左 这就好比 你以为地球是圆的 结果发现它是方的 整个基础物理学 都要重新审视 更诡异的是 2013年 旅行者一号 发回了一段 持续13个月的数据 显示星际空间的 等离子体密度 在剧烈波动 就像有什么东西 在搅动这片区域 NASA的物理学家 曾用比喻描述 这就像是宇宙在呼吸 想象一下 整个星际空间 像一个活着的生命体 一样在呼吸 在波动 而我们现在 才第一次感受到 它的呼吸 这是什么样的体验 这就像一个人 在黑暗中 忽然听到了 不知名生物的呼吸声 2014年 旅行者一号检测到一种 被称为星际海啸的现象 这是太阳爆发 产生的冲击波 在星际介质中 传播形成的波浪 速度高达 每秒500公里 这些波浪穿过星际气体时 会让等离子体震动 发出低频的嗡嗡声 科学家们 把这些信号 转换成音频 结果听起来 就像是宇宙深处 传来的低沉呼啸 让人毛骨悚然 现在旅行者一号 正以每天 约147万公里的速度 远离我们 这个速度意味着 它每天远离的距离 相当于地球 到月球距离的近四倍 按照这个速度 要飞到最近的恒星 比零星需要七万年 七万年是什么概念 人类的整个文明史 才一万年 也就是说 等旅行者一号 飞到比零星 人类文明 可能已经经历了 七次完整的循环 七个纪元 但现在它面临的 最大挑战 不是距离 而是能源危机 旅行者一号的 三台核电池 每年会损失 4瓦的功率 这听起来不多 但要知道 它现在的总功率 只有约220到230瓦 没错 这个将人类 送向宇宙深处的 伟大探测器 现在的电力 远不如你家里的 几盏灯 为了省电 NASA已经陆续 关闭了大部分仪器 包括那台曾经拍下 暗淡蓝点的相机 紫外线光谱仪 红外光谱仪 甚至连加热系统 都关了一部分 现在旅行者一号的 部分区域温度极低 极低温下 地球上的任何电子设备 都早就冻成冰茬子了 但这个老家伙 还在坚持工作 2020年到2021年间 旅行者一号 经历了一次 严重的故障 它的姿态控制系统 开始发送混乱的数据 NASA的工程师们 有点慌了 因为这意味着 探测器可能要 彻底失联了 他们花了整整一年时间 来诊断问题 最后发现 原来是一个负责 切换数据通道的 计算机模块坏了 更离谱的是 这个模块上一次启用 是在1981年 那是40多年前 现在这个坏掉的模块 在距离地球 254亿公里的地方 工程师们 根本没办法 飞过去维修 它们唯一的办法 就是远程 重启一个备用系统 这个备用系统 已经在太空中 冷冻了40年 没有任何保证 它还能工作 但奇迹发生了 备用系统 居然成功启动了 那一刻 NASA的整个控制势力 可能都欢呼起来了 旅行者一号 又活过来了 但所有人都知道 这种奇迹 不会一直发生 根据目前的 衰减速度 NASA会逐步关闭仪器 以延长科学数据 传输至2030年代 之后 旅行者一号 将逐渐减少 科学数据传输 成为一个在 星际空间中 信号渐弱的 金属盒子 但这不是结束 而是另一个开始 旅行者一号身上 还挂着一张 金色的唱片 这是人类历史上 最伟大的时间胶囊 这张唱片的表面 镀了一层黄金 可以在宇宙中 保存一亿年不腐蚀 这笔恐龙灭绝 距离现在的时间 还要长 唱片上刻录了 115张地球影像 包括人类的DNA 结构图 数学公式 太阳系位置图 还有55种语言的问候 其中中文的问候 是闽南语 太空的朋友们 你们好吗 你们吃过了吗 有空来找我们玩 想象一下 在宇宙深处 某个未知的文明 可能会在百万年后 捡到这张唱片 他们会听到什么 他们会看到什么 唱片里还存储了27首音乐 从巴赫的 伯兰登堡协奏曲 到中国的 古琴曲流水 从贝多芬的 第五交响曲 到摇滚乐 甚至还有 鲸鱼的歌声 婴儿的哭声 人类的笑声 这些声音代表了 人类文明最美的部分 我们的艺术 我们的情感 我们的生命 卡尔萨根说过一句话 这句话 也许是对 旅行者一号 最准确的定义 这张唱片 是人类的自画像 是我们抛给宇宙的 一个漂流瓶 我们不知道 有没有人会捡到它 但它代表了 人类最大的希望和勇气 现在这个漂流瓶 正以每秒 17公里的速度 飞向蛇夫座方向 按照科学家的计算 它的未来 会是这样的 4万年后 它会路过距离 我们1.6光年的 AC加793888恒星系统 但那时 它早已停止工作 成为一具 冷冰冰的金属尸体 7万年后 根据计算 它将进入 螺丝248恒星 16万年后 它会经过 天狼星附近 这颗在地球上 看起来最亮的 星星之一 几十万年 几百万年 甚至几十亿年后 它仍然会在 银河系中漂流 直到宇宙终结的那一天 想象一下 这个场景 当地球因为 某种灾难 而不复存在 当人类文明 早已灰飞烟灭 甚至当银河系 本身也即将 走向死亡 旅行者1号 依然在那片 永恒的黑暗中 孤独地旋转 携带着我们的声音 旅行者1号的故事 一个人造的金属盒子 在五十年的时间里 飞出了太阳系 成为人类 身向宇宙最远的触角 它让我们看到了 木星的风暴 土星的光环 星际空间的秘密 它颠覆了我们 对宇宙的认知 也让我们意识到 自己的渺小 但同时 它也证明了 人类的伟大 我们虽然渺小 却有勇气 向无尽的黑暗 发出挑战 我们虽然孤独 却用一张金色的唱片 向宇宙宣告 我们存在过 我们爱过 我们探索过 2026年 当信号延迟 接近整整一天的时候 那将是人类和旅行者1号 通信更加艰难的里程碑 它的故事会变成一段记忆 但它会永远闪闪发光 而当它最终 信号渐弱的那一刻 它将不再只是一个探测器 而是成为一座永恒的纪念碑 在星际空间中 默默记录着 21世纪人类的勇气和梦想 也许在遥远的未来 当人类文明早已消失 当地球也已不复存在 只有旅行者1号 还在那片永恒的黑暗中漂流 携带着我们的声音 我们的影像 我们的希望 继续向前 永不停歇 它不再只是一个探测器 它是一块墓碑 也是一封写给宇宙的情书